花蓮市盛天宫一连三天举办了奎卯年 三招厨艺祝福求财法会的活动 祈求社会祥和百业新荣来为民众消灾解饿 同时也捐赠了3000公斤的百米和百份的物资 移住花蓮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市长魏佳燕特别表达了感谢之意 花蓮市盛天宫俗称帝君庙 平日香火鼎盛是花蓮市的重要信仰中心 日前一连三天举办奎卯年三朝厨艺祈福求财法会 祈求社会祥和百业新荣 为民众消灾解饿 并捐赠3000公斤百米及百份物资 要移住花蓮市公所食物银行 庙就是我们关政历经的指示 要我们做一些善事 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所以每年我们都会举办法会 而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也感谢升天宫及信众的善心 为弱势族群带来温暖和实质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升天宫地君庙 那我们赖渔润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员们 那这次捐赠的有别于以往 这次是发券的部分 也希望说未来也不用直接请公所的人 在这边搬迷 以免到影响到交通的这部分 那这次非常的感谢我们升天宫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 不管是企业庙宇要捐赠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是劳客做一个联系 华联市食物银行位于华联市中华路296-3号 开放时间为周一周二及周四的上午8点至12点 下午1点半至5点半 周三及周五则是上午8点至中午12点 市长魏佳燕提醒民众 领取对象户籍不限于华联市 只要生活面临困难 都可以前往食物银行森林所需物资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 到